現在中國進入了一個大漲舵時代 什麼叫大漲舵時代呢 這是美國之音的一篇報導 這個報導裡面怎麼講呢 它基本上就說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現在就什麼都想管 他要把整個市場跟經濟 都置於自己的管理之下 所以金融也要管 你穿什麼衣服也要管 然後你打扮怎麼樣也要管 然後藝文圈演藝圈通通都要管 但是在這個大漲舵時代的情況之下 有一篇文章可以作為代表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篇文章 是之前很多中國官媒 引用他的文章 是中國的一個作家叫李光滿 然後他之前最有名的就是講說 現在在經歷一場深刻的變革 而台灣的財訊傳媒的董事長 謝金河社長他也講了 他講說他的文章裡面 李光滿其實寫的就是四點 這四點裡面 第一個非公有資本 也就是你不是國家的錢 你不可以參與媒體的經營 然後第二個互聯網 也就是網路行業 不准在任意的擴張 然後再來說 資本家資本市場 不能成為資本家 一夜暴富的天堂 那簡單的講 在這個時間點 你任何跟中國相反的 基本上你都可能被修理 比如說 像在今天被處罰的Sony 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Sony的狀況就是 因為他說要在 7月7號的時候 做星機發表會 7月7號對中國來講 那是一個有民族意義的日子 你在那天辦 怎麼可以 說你罰你100萬人民幣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請教一下 譚耀南譚大哥 中國在管到這種程度了 為什麼經濟數據會出現這麼特殊的狀況 有這種剪刀叉的情況 是 最近大家都在討論中國的經濟情勢 各種說法和各種現象都跑出來 但有一點我們是非常確定的 就是中國整體的經濟 即將進入了 所謂的改革開放到現在以來的 一個重要的拐點 那麼這個拐點是什麼呢 看起來過去的高速成長 無以為繼 那麼無以為繼所產生的後果 包括對社會的衝擊 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正當性 還有整個社會的安定 乃至於整體 14億中國人民 還有跟全世界發展的影響 這個難以估計 我們看到最近一些數據上面 其實都非常有意思 包括剛剛前段講的 這個所謂的剪刀叉 那麼各位曉得過去在統計PPI跟CPI的 就所謂的工業生產指數 和這個所謂的這個物價指數的時候 那麼CPI跟PPI 理論上PPI應該是個領先指標 因為它代表的上游的原物料 那麼這個生產的這個成本的整體的結構 比如說以美國來講 美國現在CPI在漲 但是它的PPI跟CPI 它是同步的漲 那麼PPI是先漲 那麼CPI跟著漲 這樣的情況的代表就是說 生產者可以合理的反應 它的生產的成本 而如果是這個所謂的成本帶動的通貨膨脹 那麼跟需求帶動的通貨膨脹 其實不太一樣 那當然很多的情況之下 通貨膨脹是需求也帶動 成本也帶動 但是如果需求沒有拉起來 是成本型的通貨膨脹 而且特別很大的一個部分 原物料是從輸入的話 這個輸入性的通貨膨脹 由成本帶動的 而需求又沒有起來 那就有可能造成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就會是很大的一個社會的經濟上的問題 收入不成長 但是物價一直漲 沒有錯 所以它的PPI一直拉起來 CPI不成長 剛剛前面幾位都講過了 在中國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當然政府會調控 政府不希望物價太高 不希望民生消費太高 那麼也怕帶起了停滯性的通貨膨脹 那第二個原因 當然本來就是需求沒有起來 好 需求沒有起來 我們看到最近的一個數據 上個禮拜中國的國家旅遊局也公佈了 那麼他說我們2021年 這個10月第一週的所謂的黃金週 所謂這個大幅的旅遊 那麼過去在中國 51 11這是兩個大幅的旅遊 除了春節以外 這兩個最大的一個大波人潮的消費 民間需求帶動的這個消費 那麼看起來呢 比2019年就是疫情前 人數掉了大概三成左右 那麼消費大概掉了四成 換句話說就比2019年的同一時期 掉了三到四成左右 那回到了2014 2015年左右的那個水準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各位知道就是說 整個的經濟成長裡面 其實在中國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由內需形成的 那過去中國一直靠著內需的拉動 經濟成長一直滾動 那你現在看我們才談到說 居然有人開始擔心 因為恒大之後的骨牌效益 以至於整個房地產市場 大幅修正之後 很多人去帶房貸繳不出來的 顧慮都開始出現 各位曉得 過去幾十年來 中國從來沒有想過這個現象 為什麼 因為它房價的長時間的趨勢 是一直漲的 所以很少人有擔心或考慮到 房價會跌 以至於房貸繳不出來的問題 那過去日本 大家看到有這個現象 美國過去次代危機的時候 也曾經出現 但是在中國從來沒有過 但是你現在看到說 中國不只是所謂的CPI跟PPI 它有大的剪刀差 28年來最大差了10% 國家統計旅遊局也告訴你說 這個回到2014年15年的水準 甚至連因為房市可能 樓市會大幅修正 現在一般民眾連房貸繳不出來 這個顧慮都開始出現的時候 我就說 純粹就經濟的發展來看的話 非常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拐點 而2012年已降 很可能會形成一個完美風暴 那麼這個完美風暴配上全球可能接下來來的通膨 美中對抗局勢的持續 那麼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權力基礎的合法性跟正當性 以及再接下去中國十九大 那麼這個之後的明年開始的冬奧 乃至於明年的二十大這一連串的政治經濟跟這個統治權力的問題 我想這個完美風暴正在形成當中 所以譚耀南大哥講到完美風暴這四個字 而奇怪了 習近平主席不是什麼都要管嗎 管到現在媒體用大漲舵時代來形容他 那既然有個大漲舵時代 那就怎麼會有完美風暴呢 所以韋航他現在為什麼會被大漲舵時代這五個字來形容呢 好的這個大漲舵時代其實就是用一個漂亮的詞去講 一個大家以前都學過的就是極權政治 所有大權一把抓什麼都要管 但管得好嗎 其實譚大哥講的這個問題就來到重點 就是的確有些問題 通膨的問題你應該好好去管 管得好嗎 對但是重點是好像 他們重點不是放在這邊 而是在處理一些知為末節的事情 像今天傳出了 這個中國索尼啊 Sony啊 因為7月7號推一個新品 發了一篇文宣廣告說我們7月7號10點 然後要做一個特賣什麼的 好就被罰了 罰了一百萬人民幣 乍聽之下你想 那幹嘛要被罰呢 他用了法條傷害人民情感的 這一套又出來了 那7月7號重要性是什麼 就是盧溝橋嘛 這個盧溝橋就是日本侵華戰爭打響的那一槍 好不要忘了Sony可是日本7月 你在7月7號還大咧咧的辦了一個活動 當然中國官方就覺得你這個故意的 就罰下去了 其實他真的是抓大抓小 抓到地方上的這些執法機構 他也只能採取最原科的標準 因為誰都被搞了 美團都被搞了嘛 這麼大的阿里巴巴被搞了之後 美團也被搞了 他已經把手伸到美食外送上 所以先前我們大概記得 年中的時候中國就突然發布了 要求就不能有所謂的校外培訓 就是說補習不行了 線上教學不行了 這兩個不行做 當時我們就說一定會轉入地下經濟 結果呢 果然沒錯 一般的民眾的確找不到這種補教資源 可是有錢人就不一樣了 現在出現所謂黑市保姆市家教 他直接就聘一個保姆 但是他不是說我是來補習的 保姆是家教 他到底是保姆還是他是家教 就是就他們所申請的服務項目 叫做家政服務 家政服務就保姆 就比較偏向家政類的 所謂提供這種打掃之類的概念 理論上家政類 但他說我這個人是同胞的 價格可不便宜 一個月喊到3萬人民幣以上 這個換算台幣十幾萬 顯然不是一般的家政富了 不是一般的家政 而他們對於從業者的要求也非常高 要曾經留學國外 取得一定程度的英文認證 資料認證 還要有教學經驗 最好曾經在中學裡面服務過 而且還要40歲以下 條件如此嚴苛 還真的讓人家看不太出來 他到底是在真實 家政服的條件要留學 要懂英文 要40歲以下 對 這樣子就可以領個3萬人民幣以上 甚至有喊到3萬3的 當然很多人懷疑這是掛羊頭賣狗肉 或者是以此瞑目來招攬能力 打借此來打所謂的知名度 但不論如何 我們當時就已經預言了 一旦中國禁掉了所謂普及的線上的 還有實體的這種補習班課程 有錢的家長一定會另外想辦法 去想辦法讓子女獲得比較好的教育機會 仗有政策 下有對策 沒錯 所以什麼都要管 但你就是有管不到的地方 你就是有你沒辦法處理的事情